我想問家瑜姐 就是剛剛有提到 喬心委員他揭露外交部密集文件部分內容 那他是指控說 就是台傑簽訂MOU的醫療照護夥伴關係 了解備忘錄是密約 那間接就是他影射說 就是我們間接介入了捷克當地的政黨政治 那各方對這件事情現在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比如說蔣市長他就出來說 他覺得喬心委員這樣是在做對的事 那因為之前家瑜姐也就是擔任很久的立法委員 那您怎麼看這件事 這個問的都好深 真的 大家的水準都好高 有老師代替 所以我覺得他們選出來民意代表水準應該要更高才對 那我要講一下就是 許巧欣委員我覺得他是極了 因為大家也知道他也是 算是很奉行柯文哲市長的這個 鯊魚理論 又跟我一樣 我還鯊魚真的是回科小組召集人 沒錯 因為大家知道許巧欣 他最近也是新聞的焦點 從詐騙案 包括一百萬的金流 包括全身的名牌 包括他的房產 一件一件跟金華城又扯上關係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他現在拋出這個什麼密約等等的這些 可能要把焦點轉向這個 可是事實上大家也不買單 甚至外交部是非常生氣 那剛剛講吳釗燮部長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沉得住氣的人 因為畢竟我們在外交上遇到很多的困境跟挑戰 要能夠當外交部長的人一定要能夠沉得住氣 可是為什麼這次外交部會這麼生氣 因為許巧欣委員是已經觸犯了太多的底線 一個立法委員他有他的職權 當然大家都非常的認同 可是在涉及到國際的這些外交跟其他國家之間的往來的時候 大家也都知道台灣現在的狀況跟很多的困境 就像剛剛韋漢哥講的 我們跟烏克蘭之間 我們就算想要幫助他 還不能名正言順公開的幫助他 這是多麼一個對台灣來講是多麼委屈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這麼辛辛苦苦找了其他國家願意幫忙 透過第三方來協助我們去協助烏克蘭 在這個過程中 許巧欣委員他是身為國防外交的委員 他因為這樣的身份所以取得了這樣的密件 外交部是把這樣的密件發給了每一個國防外交委員 用密件的方式 所以他也知道這是一個機密的文件 那今天他可以透過剛剛講的委員會去質詢 你有任何問題可以質詢 或者是機密會議去了解狀況 甚至私下先去詢問外交部說 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他都沒有做 他就直接把這個密件拿出來媒體上 雖然貼了很多黃黃黃 但是問題是他已經把整個密件都公開了 這樣的做法連這個江啟成副院長 就是國民黨現在的副院長他也都不認同 因為他以前也是國防外交委員 長期非常資深而且非常專業的委員 他說這樣子的密件就已經有泄密的問題 他也覺得不妥 如果連國民黨自家人都覺得不妥的話 這樣子的做法確實是有待商榷 所以我覺得能夠理解為什麼外交部 今天吳釗燮部長他說他去告委員 他自己也覺得很難過 為什麼要走到這一步 那我覺得痛苦的是說 如果我們的立法委員只為了聲量 只為了媒體的版面 可是卻忽略了在這個過程中 你可能傷害的是台灣跟其他國家的互信 或是我們好不容易所建立的這些外交關係等等 你甚至隨便指控說台灣去干涉捷克的內政 這傳到捷克裡面會怎麼想 今天我幫你台灣然後協助你去捐款 結果你在那邊立法委員指涉我們是有什麼秘密的協議 然後去涉及到別人的內政 那以後誰要跟台灣做朋友 誰要幫台灣 甚至剛剛講的那個1000萬美金的 這個合約裡面有指定說30%到40% 要採購台灣的衣材 這個吳釗燮部長早上也回答說 這個是立法院的決議啊 立法院要求的啊 你想看我們捐款給其他國家 還要求他要買台灣的東西才能去協助烏克蘭 這對台灣有任何傷害嗎 難道你希望他全部都去買其他國家中國的衣材嗎 買台灣的不好嗎 所以我覺得你在質詢的過程中 你在質疑的過程中 如果你先做點功課 先去了解先去詢問 你真的覺得有問題 你說出來我想大家都能夠支持 可是你這些前面的步驟都沒有做 你就直接拋出來 然後到現在還是覺得說 無所謂啊我就是代表全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想這是大家都不能接受 那個主席我補一句就好了 因為這個很多人引用 就是我昨天訪問江啟臣副院長的談話 那江啟臣副院長他完全沒有批評徐曉信的意思 這個我幫他說一下 他其實說成為一個自身的立委 就是說通常我們會知道避開那個風險 或許你覺得那個密件不合理 那你就叫那個外交部來 或開個秘密會議 那他的說法 當然那個江啟臣沒錯 你講的都對 就是說江啟臣我也聽他說一句 因為不要變成是好像他在批評徐曉信 他只是講出一個立法委員 他自己會怎麼做而已 對啦他沒有直接批評 但是如果是他他不會這樣做 那後續就... 回到蔣萬恩我也要講一下 蔣萬恩之前他也是這個 蔚環的召集人吧 那當時也是關於疫苗採購的合約 要不要公開等等 蔣萬恩委員當時也面對很多的質疑說 你要不要把這些採購合約公開 但是因為他是召集人 他也知道那是機密等等 他也沒有公開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在擔任立法委員 你可能接觸到很多 這個國家或者是等等 涉及到重要的事情 你有很多的方式去了解 但是絕對不是說 你今天就直接把它訴諸媒體 這件事情就好像 你是基於立法委員的職權 就沒有關係 絕對不是這樣 但是我這一點我也要補充一下 就是我覺得高嘉儀 不但是這個 毀科小組召集人 可能現在也加入了毀心小組 你看看這個... 我們都是教室論事 我剛剛講哪一點不對呢 我現在就要補充 你剛剛講的有一點不對 就是說 哪一點是不對 你只知道我去跟這個財團見面 然後你就公開說 你也沒有公開透明 不是 我講的沒有一點是不對 你要來問我啊 那現在我才跟你講 你剛剛毀心呢 讓我講 因為我剛才講到就是說 其實在這個所謂的密件裡面 它有一些東西 確實是需要我們 尤其納稅人知道的事情 比如再講說 30%到40% 要回來去採購台灣的衣材 那但是因為這樣子呢 所有你知道嗎 其實政府採購 你只要10萬塊以上 你要公告對不對 而且你就是 你自己要公開透明 你到底是採購了什麼東西 你跟哪一家廠商 然後你採購了什麼東西 這個其實都必須在政府網站上 非常清楚的 但是因為它變成密了之後 請問一下 這30%到40% 它到底是跟台灣哪一家廠商採購的 它採購多少錢 它採購了什麼 通通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今天其實許曉星 他也許他在程序上 所以這個就是 外交部在程序上 可以以說 你是密件的社文者 所以呢 你今天把它公佈了 你有泄密的問題 但是回過頭來 我們再講裡面的內容 比如說許曉星 自己昨天他也提到 就是說它裡面的內容 捷克的官方的刊物 在今年的3月26號 就全部公佈了 所以就是說 如果這到底何密之友 所以他就問外交部說 那你是不是要去告捷克 捷克為什麼把這個密件 把它通通都揭露出來 那外交部說是什麼呢 他說捷克是捷克 台灣是台灣 所以也就是說 他說這個內容 他到底有什麼機密可言 如果說捷克都可以公開 因為他之前講說 我們不能公開 這樣會讓捷克 受到這個中共的壓力 如果捷克都不在乎 自己都公開了 那我們這個說 絕對不能公開的理由是什麼 所以現在大家也覺得說 你所謂的密 機密即機密 那因為這個定義 是誰定義的 外交部定義的 那你這個定義有沒有道理呢 那是不是因為 只要你放了一個密 當這個立法委員 因為今天都是納稅人 這個繳的錢嘛 那你這些所有的這個採購 沒有辦法公開透明 不是這個科長就是公開透明 比如說我前兩天 我就是那個踢爆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知道 我們很多的員警 他要採購這個防彈背心 那結果是很多的這個 就是靠背警察什麼的網站 就說你拿出來一下 一折就折彎了 然後後來我就是也是去網站上去檢視 他發現原來我們採購的廠商 已經三番五次 光是這個背心 這個防彈背心採購 就曾經四次被政府列為拒絕網來戶 因為他以前獵機斑斑 很多的瑕疵品還有就是騙說 把那個過期品 然後還去賣給法務部的矯正署 快法務部就去告他 好 如果這些沒有公布在網站上 如果沒有公開透明的話 對不起 即便警察覺得說 為什麼有這麼多瑕疵品 我們仍然不知道 你到底跟誰買的 到底是什麼廠商買的 這一點非常重要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今天討論一個程序的問題 但是你不能完全去否定 許曉昕 他希望能夠知道 你這整個的 就是我們的原案幾個 一千萬美金啊 不是台幣 那我覺得立法委員 他本來就是在盡他的職責 去挖挖挖的更深一點 讓所有的老百姓 讓所有的納稅人知道 所有的內容 補充一下 黃鴻威委員 講的完全是兩回事 第一個 我們把錢捐給了捷克政府 一千萬美金是要援助烏克蘭 然後我們要求採購台灣的衣材 至於捷克政府拿了錢 要採購哪個衣材廠商 要怎麼樣去採購 說實話我們沒有干涉的權利 他們有他們的採購相關的法令 現在錢已經到了捷克政府 他所指定的衛生院的手上 他們怎麼採購說實話是他們的權利 那為什麼不是台灣政府採購給他們呢 那就是因為捷克政府的要求 我們簽約等等啊 你為什麼不去問捷克政府 要來問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想要把錢捐給他們 當然是配合捷克政府的要求 那我們提出說 可不可以也採購台灣衣材 38 38 我們是捐證者 如果他們 捐證者 問題是我們要捐給烏克蘭 都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了 人家願意幫我們去協助我們 我們都很感謝 所以如果這中間 有這些質疑的話 剛剛所講的 都可以透過祕密會議或者是去詢問 但是現在完全沒有喔 你就開始質疑說 你這38 48 到底採購哪些衣材 有沒有什麼人謀不張等等 現在你在質疑捷克政府嗎 你在質疑捷克政府拿了台灣的錢 然後受到台灣政府的指示 去採購特定的衣材廠商嗎 你這不是指控台灣 而是指控捷克 所以這問題的嚴重性在這裡 國民黨到現在還搞不清楚狀況嗎 這個兩個女生的戰爭 我站在旁邊聽了之後 我發現高嘉瑜 他比立法委員還立法委員 沒有當立法委員 但是質詢的砲盒很強 不錯 沒有他在質詢在野黨 他質詢徐巧欽 沒有我沒有質詢 我只是覺得說這件事情 就是論事 不要硬拗 錯了就是錯了 錯了就承認 不要硬拗 真的不要硬拗 你當時當柯市長 他在位的時候 柯市長在位的時候 柯市長在位的時候 金華成不在鼻眼 我全部都質詢 我沒有放水過 請問我洪威偉 你有質詢過金華成嗎 你有關心過這些案子嗎 我每一件都關心 不管我跟柯文哲的關係怎麼樣 但是該關心該監督我 我從來不會放水 我們對柯市長的監督 你有監督過金華成嗎 你有監督過金華成嗎 你有監督過金華成 我沒有監督過金華成 沒有講過金華成 不代表我包庇 你是中生信義的議員跟委員 可是你跟柯市長這麼好的時候 默不關心 你對金華成的案子 完全不關心 可是你是從頭關心到尾 所以我今天有立場 有責任 有這個理由 正當性 可以去說金華成 他選舉心 需要柯市長的時候 柯市長就是個寶 他現在不需要柯市長 不是啊 我跟柯市長的關係 柯市長今天跟財團 跟金華成放水 是兩回事 我不會混為一堂 我是就事論事 不像有些人為了選票 他可能今天可以放水 他可能今天可以 因為柯市長的關係 他就可以不監督 但我該監督還是會監督 這就是我跟他們不一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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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